过去九年的时光里,西班牙体育节目收视率很高,得益于对巨星C罗的转播。 不过新赛季后,西班牙体育节目以来噩耗,媒体报道,截至目前为止,没有一家西班牙电视台获得一家新赛季的转播权,这也意味着C罗的赛场风采,西班牙球迷将无人目睹,对于黄马球迷,特别是博纳乌球迷来说,是个重大的打击。 值得一提的是,西班牙Media Pro电视集团曾经有机会获得一家转播权,但是提供的报价没有得到一家方面的认可,之后不了了之,这也意味着,C罗在西班牙体育电视节目中将消失不出现,这种情况,在过去九年从来未曾有过。 这或是,也意味着在西班牙的狂马球迷彻底告别了巨星飞罗,纵观西班牙电视转播,很意外,一家也是西班牙电视台,唯一没有转播的重要足球赛事,而英超、德甲、法甲等等都有直播,这又有点像中国一样,要是没有西甲转播权。 在西班牙的狂马球迷彻底组合,在西班牙的狂马球迷彻底组合,在西班牙的狂马球迷彻底组合。 在西班牙的狂马球迷彻底组合, Machine Dong牙维 woke sie,它会避过最少maz打破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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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